鬼怪学院开班 真子蜥蜴鬼 僵尸狼人汇聚一堂 今天悟空要给大家带来 报校短篇鬼怪学院 阴森黑暗的走廊 丧尸一瘸一拐的走着 来到一个门口停下 弱弱的喊了一声 报告 这已经是他上学以来 第168次迟到 班主任是气不打一处来 又像往常一样开始的唠叨 你们这些鬼怪交换班 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切 学生们该玩玩该睡睡 没人理会他 他不得不再次严厉的 强调学校的规则 第一不准使用妖法 第二不准吃人 接着就开始点名 花皮 一位美女举起了手 老师懵了 这人谁啊 脸皮难道不要钱啊 一天画一张 老师我哪能记得住啊 得古拉 竟然又在打磕水 粉笔头伺候 醒来一看 穿的还像个服务员 一点学生的样子都没有 狼人 一天到晚戴着耳机 是鬼哭狼好 装什么神尘 快去跟丧尸一起发战 僵尸 脑残丧尸 也搭话了 这家伙不仅 推脚不好使 脑袋里也是空空的 怪不得天天吵着 要吃脑子呢 真子 哎呀你这头发太长了 说过多少次了 刘海不能超过眉毛 杰森 学校里不能使用危险玩具 一天到晚 拿个店去凸凸凸 吵得老师脑可疼了 这看来看去 全班也就马面像个人了 可惜啊 他的好兄弟牛头 上交给国家了 那是他的心理阴影了 一提到牛 就痛心不已 班主任也是无奈 下课之后 鬼怪们聚集到了一起 准备打倒班主任 因为他们实在是被这个老师 给整得太惨了 每天神出鬼没 在窗户口偷描 不知下次多少贵啊 还有上次 因为数学考试成绩太差 大发雷霆 非要得古拉上去解方程式 他一看黑板上的直角坐标戏就蒙了 这明明就是个十字架呀 立马被吓得腿软晕了过去 狼人看到老对手这么惨 笑得也太张扬了 老师也把他叫上了做题 还加大了难度 让着球员的面前 他一眼就看成了满月 立马开始变身 不料最近体质太虚 也被料到了 同学们惊呼 老师你太牛了 一听牛字 马面也开始不正常 当然 这还仅仅是一小部分 班主任的可恨之处 那是数不胜数啊 僵尸和丧尸 一直互相不对付 为了争名分 看看谁才是最厉害的 决定鄙视一番 却被班主任给逮了个正着 竟然发险一万字的检讨 写不完 还不能回棺材睡觉 简直要了半条命了 还干涉学生们的正常交流 德古拉趁着夜色 想和画皮聊聊人生 聊聊理想 他直接拿个手电筒来查岗 一个378岁 一个852岁 要是努力一点 孙子都一堆了 现在因为谈了个恋爱 硬生生的把家长 从坟墓里给叫了出来 老脸都丢尽了 往事一幕幕是不堪回首了 同学们决定要团结起来 一起解决这个讨厌的班主任 正好下周 从来不上公开课的他 竟然要给这个班级上了 肯定是打算平直撑 校领导们都回来旁听 趁此机会 又让课堂变得热闹非凡 终于这一天到了 领导们也都来了 真子看到教室里的投影一开了 立马就想往里钻 班主任按着头 把他给压了回去 德古拉又使用法术 把PPT的内容 变成了自己的自拍照 和各种的聊天记录 很快就轮到马面了 画皮拿出了一包牛肉粒 让他癫狂地围着教室 跑了起来 僵尸顺势说老师的粉笔掉了 他弯下腰去解 狼人正好坐在最前排 把老师圆圆的屁股当成了月 立马手性大发 掀翻了桌子 开始殴打校领导 同学们嘲笑起哄 全部乱成一团 校长气得小离开 班主任是好说歹说 才把他重新拉了回来 没想到再次坐下之后 椅子居然坏了 正是杰森拿着电锯倒的鬼 丧失事实的迟到 来了声报告 成了压垮校长的最后一根稻草 愤怒之中 竟然说出了实情 原来这次公开课根本就不是为了班主任平直撑 而是校长一直想取消这个班机 老师拼命求情 才有了这最后的一次机会 现在班主任也被连累开除 他临走前进行了检讨 自己确实不适合当老师 脾气臭又啰嗦 学生们讨厌他 那都是应该的 就这样不舍得离开了 从那之后 同学们都慢慢的改变了 一转眼三年过去 他们都顺利的毕业 真子不再往电视里钻了 他剪短了头发 出乎意料的成了个大美女 人也变得很是自信 追求者无数 杰森凭借着电剧技术 考取了八级木匠证书 找到了人生的价值 丧尸再也不迟到 每天都是第一个到学校 和僵尸也不再互相看不起 成了铁哥们 德古拉颠覆了传统 不再吸血改为喝牛奶 和画皮幸福的在一起了 而他和狼人的斗争 也换成了一种更为温和的方式 只有马面一直没变 孩子思念着自己的好伙伴牛头 班主任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 一直坚持在教师岗位上 这次教的班机是超级英雄班 虽然每天被趴在天花板上的 蜘蛛侠气到吐血 但也是乐在其中 故事到此结束 超级搞笑的脑洞小短片了 班主任真的是一种超神的生物 什么样的牛鬼蛇神 都能够震得住 当然也是为了班机最操心的人 同学们还是少气他为妙 好了 这里是物工闹电影 喜欢就点赞订阅一下吧